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叫汪志鹏 出生于1999年12月25日 在一个小山 或者说是小县城里吧 因为是小县城 所以就是那种隔绝的地方 只有一条护身河围着 然后一座桥铃通外面 里面也算是自己自足吧 所以人均幸福指数还挺高的 我感觉 我在我们家庭中 其实不管是我爸还是我妈都挺重视我的 我爸妈19年离异了 然后其实是之前 在我小学的时候我就知道 他们感情不太合 小时候一直是我和我妈妈在老家 我爸在外面 然后挣钱 也没什么时间照顾我 但是 我爸和我妈对我都 特别好 就是 我记得有一次是我 我爸在北京 然后我还是在老家 那时候 我跟同学在山上玩 然后摔下来了 身上腿也摔破了 那时候我爸知道这个 直接 直接买了买了机票 然后回来看我 我觉得 印象挺深的 家庭关系这种东西吧 怎么说呢 因为在我的印象里 我爸我妈对我都很好 但是他们自己之间的关系 我确实 他们之间的关系 我没什么话讲 但是也有叛逆期啊 有时候 父母 父母会很不理解我 就是 他们只能看到 他们看到的 但是 并不会知道 我有时候在想什么 就是 每个人只能看见自己眼里看见的东西 我觉得有时候 家庭还是 需要互相沟通的 需要互相沟通的 像我已经 我可能有 半年吧 没有和 家里 好好沟通过一次 就是 面对面 谈心那种 我觉得 我很爱我的家庭 我也希望 不管怎么样 家庭里面 人物的关系啊 什么之类的 再差的话 我也希望 每个人能照顾好自己 没有什么情况 那你能照顾好吗 我希望你 这是什么 你能照顾好吗 我能照顾好吗 不能照顾好吗 我对那些的 我能照顾好 我能照顾好 你能照顾好吗 你能照顾好吗